明镜新闻出版集团 我们的听众介绍最新出版的内幕第59期 白伟军专稿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一轮伪装的政治改革忽悠开始了 陈博士您好 陈博士当上核心的习近平出手新动作 要对国家监察体制进行大手术 能先介绍一下监察体制改革到底有些什么内容吗 迄今为止被党国舆论热捧的 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全部内容 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只小小的红头文件中 即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 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四点方案 细数一下全部字数不超过750个字 这个红头文件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 中央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四点工作 领导小组协调进行 北京三西浙江开展改革四点 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 作为行使国家监察指轮的专折机关 党得激励检查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合属办公 北京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看作是重大的政治改革 但最新出版的内幕第59期 白伟军专稿将之称为伪装的政治改革 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中央办公厅的红头文件说 这是顶层设计的重大政治改革 但如此重大的政治改革呢 既不是通过国家权力机关 也不是通过中共才结束的六中全会宣布的 通过目前这种程序 初代的重大政治改革 完全不像重大政治改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使得目前的中国宪法规定的 一幅两院体制 变成了一幅两院一围 这种体制 这是对中国宪法体制的大突破 这种改革呢 既没有通过修宪来进行 也未通过人大的特别法授权来启动 共产党啊 这种无法无天 任性而为的做法 实在不再像搞政治改革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呢 是在向党国一体体制 和极权政治的原始复归 不仅离这个宪政民主 这种人类的政治文明呢 越来越远 即使连邓小平提倡的 打了折扣的 党国领导体制改革也不如 这等于说呢 这种改革既背离的普世价值 也搞非邓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是如何搞非邓化的呢 邓小平曾经说过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呢 有几个原则 第一权力呢 不宜过分集中 第二呢 兼职负职不宜过多 第三呢 解决党政不分 以党代政 从邓小平主张的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看 党政分开 才是改革 而党政不分 则是政治改革的倒退 现在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呢 是将纪委与 建察委员会合一 这样呢 不仅可以让纪委的 黑社会性质的双规合法化 且在现有的诸多 党政不分的体制基础上呢 在继续强化 这种党政不分体制 邓小平的这个 政治体制改革呢 是反对过分集权的 那现在呢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呢 就是在纪委突破双重领导体制 开始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之后进行的 其通过法律来固化 极权化的意图呢 十分明显 事实上呢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极权化 只是今天中国这个政策啊 它从整体上 走向极权化的一个侧面 今日中国呢 但凡被挂 政治改革字眼的举措呢 无一不具有一个显著特征 极权 今日中国 中南海的诸军 拍马屁的媒体 甚至北京政权的批评者 已经全数陷入疯狂的极权崇拜之中 现在的中国有一种政治雾霾 极权就是政治改革 违宪就是政治改革 除了说这一轮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是伪装的政治改革 白伟军专稿还说 定然可以预见的事 这是一轮政治改革忽悠的开始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俗话 房四不过三 十八大以来 中国人已经被忽悠两次了 难道他们还要被忽悠第三次 第一次呢 是十八届三中全会 北京说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很多人信了 以为中南海的大佬们这回终于开始非常接近市场经济这种土石价值了 但事实上呢 现在中国最时髦的经济政策是国企性党 指令性经济 甚至农业合作社再生 几乎没有什么人否认 2013年那场盛会定下的宏大经济改革计划 基本都夭折了 第二次呢 是十八届四中全会 北京说 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 很多人又信了 以为一向兴奋 从临法折治国的中共要重量了 但有人发现 现在的中国 每个人都在遵守习近平自定的法律 北京不仅将手伸到香港抓人 还将犯罪嫌疑人上电视 认罪发展成为法治中国模式 还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与无此的镇压律师运动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今天的北京 只要一说法治 老百姓就有享受的充裕 好的 那就谢谢陈博士 再谢谢索菲 再感谢阿德利安的技术制作 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 下个礼拜六的明镜收看节目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